光线都很好 通风也很好啊 大片落地窗通风好的住宅 就是劳工局要出租的地方 室内约28坪 采光好步行10分钟 就到捷运三多商圈站 特别的是租金比附近套房海要便宜 月租只要3500 300两天3500一个月 很小的啊 3500这附近一个特邦都做不去啊 当然啊 全特邦现在也要5、6千 很小的啦 这一般人在做都差不多7、8千 劳工局推出了三房两厅 月租只要3500的住宅 就是这一栋 里面还有电梯 这里屋龄虽然有40年 不过这里离大圆摆 只有850公尺 闹钟举进 劳工局这次四出11户 劳工租赁住宅 7户就在这里 另外4户在九炉四路 申请截止日是1月31号 附近生活机能好 已经很多劳工来申请 这不错 这生活机能好啊 我们买这一年 就今年6天 10十分就够了 这方便 这不吃不吃 这人算伺中心 这个月办理申请 一个月之后 会有一个公开的抽签程序 然后以抽签的序号 来分配他们的住宅 想租的人 首先得要涉及在高雄市满半年 年满20岁 另外申请人及配偶 直系亲属等三人 没有自住宅 申请人得在高雄工作 特别的是不限薪水高低 都能申请 市府少量劳宅市出 让劳工成租 3500元三房两厅超佛心 每次可以租两年 最长可以租八年 东森新闻 汤辉和林玉信 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周秋二日是许多人的悠闲时光 但是新闻事件不调时间 这些重大的新闻事件 都是在宁静的假日发生 我始终坚守岗位 带来最真切的解析报道 直播深入 逻辑演绎将故事一一 说给你听 我是房叶涵 周六日新闻不停歇 给您最及时深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